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11月24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天早上还有中微证券研究报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vi 早上Irene 美股星期四感恩节假期优势减 让欧洲股市靠稳 恒指亿其实跌了57点 今天星期五是黑星期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着购买 但总之今晚美股只有半日市 究竟港股是会观望的气氛 比较浓 还是会得到港股自己特别兴奋 不知了 等下问Ravi 如何看港股现在的情况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究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看到亚太区股市大致靠稳 其中日本市显得0.8% 日股应该是复班市 昨天放假 今天日经平均指数33720点 升268点 南韩市微升1点 港股市都轻轻靠稳 至于这个可以看看导致期货的表现 导致期货暂时就轻轻靠稳 升28点 高水73点 至于恒指黑旗 可以去看港股 今天早上暂时也未必有动力 黑旗也下跌六十几点 看看上天的港股表现 我们再次问Rabi如何看市况 我们先看一看图 恒指昨天终于有少少动力 又再坐18000的水平 看到昨天原本是低开54点 然后早段曾经跌了157点 下午之后转升反 曾经最多升192点 转日升176点 收报17910点 整间有977亿 波子升2.2% 报4117点 百度再升超过6% ATM升0.5%至1.5% 小米回升2%左右 内房股做好 碧桂圆升超过2.3% 软阳升3.1% 玉辉急升4.8% 另外新世界随正跌超过4% 新创建跌超过1.2% 北水盘路 北水看到升市仙姑为敬 昨天淨流57.5千万 个股方面 小鹏汽车录得2.2千万淨流入 小米和碧桂圆服务分别 吸资9千万和7千万 货股正流出方面 资金载到大手估指数 凝复基金和南方恒生科技 分别是走资超过30亿 和9亿2千万 跟Ravi谈谈谈港股市况 如何看呢 外围危机降温了 和美股近期的强大资 至于人民币汇价 都是反复走强的 再加上内地的救流市措施的消息 天天都好像有新东西 我们待会再详细问 你最新的消息又如何呢 看到港股又再逼近万八罐 为什么又再逼近呢 因为两个月来 其实几次都是冲向万八罐 但是之后就回头 今次怎么看草够力呢 其实港股过去几多星期 都有说过 你说论看法其实是好了的 因为正如和你说的 很多消息方面 其实是有些改善 尤其是你比起 可能过去那两三个月来计 一两个月来计 有些改善 比如和你说的 就一来 外围方面 只是说美国的息口 其实现在大家都 预认了不加息之余 更加都觉得 下年可能会有减息 减息幅度可能都比较多 和比较早 所以正如过去这几个星期 看到债息都开始明显下来 说真的债息下来 理论上你说 无论对港股好 美股好 都是一个利好 连加上科技类 增赏股 都是一个正面 所以本身只是说外围因素 我想对比起之前 大家还是害怕要继续加上去 或者是下年未必减多 那个看法来计算 现在明显地是好了 这是第一点 二来说就是人民币 其实过去曾经压着市场下去 例如可能穿过 例如去分晚叉 或者穿过曼七这些围 人民币都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因为曾经约到7.3% 但是去到今时今刻 已经在7.15%这些位置 以下附近 所以也反映有强化不少 而说真的 过去人民币强 其实港股和港股的关联度是高的 就是人民币强 对港股和A股都是一个正面 所以如果你说从这两个 比较大一点的因素 宏观点的角度来计算 其实理论上 对港股是一个挺不错的帮助 连加上个别的板块 例如过去影响住 可能内房有危机 总是怕会爆会爆那些 那现在有政策 虽然也是全 或者是部分 就是未完全作实了 但是起码你见到一个方向是有的 那其实说真的你说 刚才我简单地数这几个方向 其实对于港股 我看法 这些位置一向都不是很淡的 但是只不过真的你看到弹 就是像你说的 好一点这样听 就很多次上市上万八 不好一点这样听 就真的破不了 其实弹力就确是差一点点的 就是说真的 因为正如刚才说的那几个因素 我只是拿人民币去做个对比 就是当然不能完全这样说 但是假设现在去到7.1415 这些位置附近 如果这个位置 其实就人民币回到7月份的高位 但是如果简单去看 就是当时港股7月份 其实是挨近2万点附近 但是现在都是1,800也未够 那其实反映到那个力量 其实还是比较弱 虽然刚才说到 就不可以只看单一因素 那就是不是说 只是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 但是很简单地比 其实也发映到这一转 是有跟弹的 但是跟不足 那这个也发映到 其实港股的力量是偏低 或者偏弱 那这个就很难说 就是我想最主要是 一来真是信心的问题 其实都真的离不开这个问题 但是信心的问题 或者大家什么时候 要去买去再买高一点 这个就很难去做个判断 因为始终我想港股有机会 是一来经历了比较长年 累月的弱势 也不是就是今年 我想这几年 很可能有心理阴影 没错了 就是有个心理阴影 或者都好像 大力大力都是这样就算了 不要管了 那就是形成 那个动力 始终确是差点 所以如果你说 我想这些因素 或者简单来说 大家的看法 或者气氛没有改变的话 其实就会弹的 因为基本上就好了 但是就不是弹得太多 所以唯有都是这样说 一步一步去看 如果现在来计算 就明显地很窄的就是 刚刚50和100天线里面去走 如果你说比较乐观地说 就是向上 看看能不能破坏 站稳一百天线 一万八千二楼上 如果说能破坏 站得稳的 那便看回一万九边 我想这个也是 继续一个 所谓年底前的看法 我觉得是有弹的 有机会弹的 但是真的要弹了多少呢 就视乎那个入市意欲高不高 是 起码逐个逐个板块 慢慢收复大家的信心 是吧 这些利益很少认识 例如这方法广股 业绩也不错 现在就内房 说一说 因为就是内房的融资发明单 有接近完成 所以昨天的内房物馆股 也是炒得很厉害 其实最近都已经炒了上来 昨天又再有最新报导 说内地就计划 首次找他的银行 向符合条件的内房企业 提供无抵押流动资金贷款 即是房企就不用提供土地等的抵押物 也可以借到一些短期流动资金 希望可以缓解到资金链的紧张 怎样都要问 内房相关板块 还可否继续炒这个政策憧憬呢 内房板块 你说炒这个冲击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没有办法 真的多政策有机会出来 我想大家都已经预计了 方向性一定是会够的 因为也是那句 你不够的话 不然其实是累了内地城的经济 或者是累了其他板块 即是去到外地爆煲的情况 或是失衡的情况 所以你说以内地的角度 一定是不想见到这个局面 一定是想尽办法去救会性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有这个条件在 但是问题就是怎样救 或者是否真的救得到 这个就要慢慢再看 因为始终都是那句 我想也不会真的一朝半夕 就解决过去这几年的问题 如果是就不会搞那么久 即是一早就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又不可以说 完全觉得有政策 就等于整个板块 没完事了 很放心的那种 但是你说炒了就怎样都有了 因为始终都差到 几乎差摩擦了 已经很便宜了 也很残 没错 就是一定是有这些反应的 所以你说过去这几天 一夹起来 就有个大升 其实真的不奇怪 就是过去都见过这种情况 特别是在民企内房身上 因为始终他们之前跌得多 还有他们的危机是最重的 反过来看就是 弹力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很直接的炒作的反应 但是我想始终都是要 如果你有问到我自己 对于版法的看法 我想都是离不开 如果你版法里面求安全的 那都是那几只大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国企央企的背景 这些你来说是很稳定的 也不是怕有什么违约 即是6888 123 109这些 但如果你说追求刺激的 那可能有些民企 但是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就仍然是离不开 比较偏短线一点 因为正如刚才说 就是不会这么快解决了 其实我觉得 说真一句 就算 未来继续有三四五六七招也好 是帮助他们的劳动性也好 但是没错 可能暂时缓解到 可能再违约那个风险 但是是不是真的正常化 就是可能完全靠自己 去有些现金流 或者劳动性的 搞定了 其实最终都要看买楼那边 但是买楼那边 其实这个就比较是 要看下观点 可能市民 买楼的信心 经济的情境 很多很多事情考虑 所以这个 我想也都是一样 其实跟刚才说的 我说的故意有点事就是 那个信心不是说 只有正是有政策出 就会去买的 这个我想也是要时间 所以如果说整个版块的 恢复呢 我觉得会继续是 偏一个比较长线的 其实没有改变的 我想是一个看法 只不过是你有政策出 会去炒一下 但是我想也要小心 怎样 过去这几天 很多内房炒得很夸张 是的 几成的 是的 这几天就存在什么白名单 就是50只 但是我想也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要有几样东西去看 如果真的有这个白名单的时间 是不是假设 就是这50只 如果真的有名字 出来了 进去了 是不是等于中央只够这50间呢 就是这50间以外的 所谓黑名单 就是差点说 不管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说得明白 这50间就是可能支持他用资 那你一定是 其他那些就融资了 那就不用搞了 所以这个是 都要留意 究竟最终 如果真的有这个名单 究竟哪些可以进去 这个也是要留意的地方 而二来 就是就算可以进去 其实 那个暂时看下 就是 当然没有太细节目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但是你说这些融资 什么发债 那些东西 其实我自己看下 又好像跟去年 那些三支战的 是差不多的 就是各方向 所以究竟是不是 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要看的 因为有机会就是 给他们融资 但是用来用台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给他们还债 是不是真的给他们去解决 那个债务问题 会不会只是可能融资 来给他们去支持 继续去建楼 不要烂尾 去补交楼 那如果这个角度来说 就未必对外房的债务危机 是解决到的 就是两回事 所以这个我想 很多东西就要再看 但是只会有政策 一个的炒作 那自然板块的 动力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 雖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消息 经常都是国家外电 传出来 到现在 还没有核实 但是我们也会第一次想 如果真的那些内房很顺利 又不用那些抵押品 都可以借到钱 但是反过来看内银 怎么办 就是好像那些风险都 都是内银去承受 是的 其实另一个 昨天我之前 就说内银 可能对房企 会有一些无抵押的贷款 因为以往 如果你说内房要去借钱 可能有时候 都要做一些抵押性的贷款 就是可能地 那些资产 那些什么 那现在无抵押 理论上说 对内房 会更加灵活了 但是对内银来计 可能或者 其实会是偏 有机会是一般的一些 因为 当然我觉得 又未会担心到 对内银股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始终我想 虽然说 现在存在一些 无抵押的贷款 但是应该不是 什么都肯批的 就是怎么都有 他都好像说是有条件内房 是的 有条件 或者都是要去看过 才去想的 所以我想 又不会完全 什么风险都不管 批准你那种 又未去到这样 而来始终 这些牵涉到 一些比较短期性的贷款 我想又不是太长期 所以理论上 说短期性贷款的话 那个压度规模 可能又不会大到很夸张 这个我想 也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理论上 如果你长期 可能真的一个project 去由头起的 可能牵涉到金額 就会很大 但是短期性可能 十亿八亿 其实就不算一个很大的银马 特别在内银股身上 来计算 无论计算 它的总体贷款的量 我相信这一批的占美 应该不会太高 所以你说 是否严重到 会令内银也出现危机呢 我觉得又未至于是 但是 的确有机会 可能就算计算过 批完 但是也有机会 可能收不回 始终有这个风险 所以对于内银股来说 我想市场 也有点害怕 就是会令到 国内银股额 有点升温的可能性 但是率就未必 升得太高 因为始终 刚才说的量大 即是基础大 所以就未必令到 预算出来的数量 是特别高了 但是 压度就可能 真的会多了一点 自然这个有机会 令大家担心 就是对于盈利方面 会有一些的影响 因为始终你有少少 一两个percent的影响 真的不奇怪 而之后 就可能派息 没有机会是改变的 就是不要说 没有派息 或者减派息 但是可能不能加 或者怎么样 其实都会对于息率 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想内银股 这一阵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都是叫做反复的 如果说内银股 如果单看自己 不考虑其他因素 其实你说 四大行 背着九里息 就是以周识来计 没理由 大家不喜欢这种类型 明显 但是为什么一直来 都升不起 或者不是太有大的动力 就是大家 都会想过 就是其他因素 都会害怕少少少影响 更何况 透过这一次 可能一些所谓 存在的 无德产态款也好 又或者 如果你说之后 去假设 去继续有内房方面 一些所谓 旧的政策也好 你难保 其实内银这些 有部分 可能要背起一些 所谓的国家任务也不出奇 我想始终大家都有 这个想法在那里 令到投资者方面 都会有一些戒心 虽然形成 一来一回 我想都只是会比较 偏中性一点 所以你觉得股价 都是一个比较 拉脚为主 我想又不是太大的上升 但是始终他好在真的有个息率 还有股价是低 所以又不是太值得下的 变成这些位置 先拉脚为主 是